佐敦仁龍店避風堂興記 在網上經常負評不絕 台灣朋友訂了6時半12位 6時15分已經有7位到 理論一番才被入座 還要立刻落單 兩個中環台 服務態度低劣 我永遠都不去 說話態度好有問題 全部服務員都黑了臉 我身為香港人都覺得為此而羞恥 我們在晚市7至9黃金時段親身採訪 同樣好多客人在門口排隊 不少等了超過半個小時至1個小時 那些人經常說 你這麼好生意 你經常都拎口拎臉 都不笑一下 我是一個好企眼的人 我是一個愈強愈強的人 我的熟客也好 他帶朋友來 這間業什麼這麼厲害 要等 鏡頭桌也要等 什麼態度 走啦 那我會覺得 你就走啦 你都不是我背醜 我甚至乎有些大哥哭打我 他覺得你什麼態度 我現在給錢我沒有錢給嗎 現在你們做生意很厲害 很厲害 之後差不多掃我的牆 掃我的牆 後來推倒了一張桌 警惕一下我這樣 人家的規矩你去破壞 人家的規矩覺得你自己是對的 我的規矩我是有告訴你 你來告訴我什麼 我是跟你說 鏡頭優先 人齊才有位 如果你齊人 我有位不給你的 我是有問題的 我現在八個人一來六個了 但你知不知道你兩個朋友 可以坐幾個等多久 等半個小時不定 等一個小時 你先叫東西 你叫了不起 你其實從來沒有站在我那方面想 我是要貨如輪轉 我的東西才新鮮 那隻蟹本來是新鮮的 湯了半個小時 你都不起的時候 那隻蟹 新鮮都變成好像不新鮮 你經常說快快快快快 那快得來 東西不好吃 快來做什麼呢 我托著招牌做生意 我不是流水作用 那我覺得 我很用心去做生意 羅鳳蓮的爸爸 最初在避風堂的艇上 埋燒鴨河 艇仔粥 爸爸有九個子女 那我們的子女 就幫家做生意 幫忙 蓮姐小時候做事辛苦 有時做錯事 我真的走在街上追我 打 那時候真是頗要命 我爸爸有時候拿起什麼 就打 那些車過來擋住 不要打 因為大外還是小 我笑 避風堂是一個燒金窩的地方 連明星富豪都來光顫 阿飛姐 鄭兆堅 葉漢 何妍 知道這個是霍英東 吃了百多元 給二百元不用找 生意好 曾經有股票公司高層 漏過他上市 他說你兄弟 如果你願意上來做 那一間變兩間 兩間變四間 那時候你上市都可以 那是個夢來的 我爸爸開了四間至五間 其實一間他都會輸 田姐吸吹了爸爸做生意的不足 由四大管理廚房 自己煮來樓面 入貨他們都用頂級 好似炒蟹 乳南蟹 一斤十二三是最少的 有時兩斤二三 大姐 實育 連養海鮮的 都不是普通鹹水 我們的海鮮 是以色列的海鹽來養的 約三百元相鹽 乾淨 維生 蒸魚油是很美的 黃觀油 我七百元一桶 由來蒸魚 我覺得我弟弟 他比較做事 是很嚴謹 因為韭菜花是逐一條撕的 你撕得斷就要 撕不斷就不要 一斤的韭菜花 可能只剩半斤也未定 可憤 我回來整塊 是自己摺出來 自己手切的 人家不懂 他經常以為蒜蓉蟹 就是地風頭炒蟹 我們是正宗的 古法蟹不用酒油 豆豉和辣椒 未炒之前 我浸豆豉已經混了蒜蓉 和各樣東西 我放了豆豉 然後放在鞋內慢慢 是要慢慢喝 成哥功夫好 不時有老闆 重甘邀請他出去做 可能我弟弟覺得 我姐姐和我一起 這麼多年 大家夾手夾腳 兄弟齊心 就奇妮斷今 人家是兄弟姐妹 有時候有些東西 不是利自當頭 就可以抹掉那份親情 我其實現在和我弟弟爭爭 有時候我追得來 其實我已經在外面 被人追了很多次 但是有時候 他又要維護一下廚房的東西 你不要追得那麼緊 你哪裏切給他 你知道吧 你下海鮮的 又要湯 又要洗又要煮 又要煮 挺不切的 我有一刻 有時候大家都很難過 我對你這麼好 你這樣對我 你這樣也要駁我 這麼多人 這麼多伙計 在面前 你都要駁我 你不服他 泰國感我上去 不是很好 語氣感我上去 因為大聲 其實我們語氣不好 是習慣的 因為在艇上 我做生意 我站在別人的艇 我是喊下去的 變成我們習慣大聲 其實大家兄弟姐妹 都是為那件事做好 我弟弟對我很好 其實我也是對他很好 每次喊完膠 很多菜就是我 是嗎 很多菜就是我的 有時候叫他拿東西給他 有時候煲湯 有時候會拿給他 有時候很疼我 我知道 這裡不是北角 是新蒲江 這位不是媽媽 而是哥 他不算低調 但他是高手 他是新蒲江的人氣雞蛋仔老闆 新哥 三分二十秒 是新哥的show time 對於他來說 地球上的三分二十秒 最重要的事 就是做好手上的這底雞蛋仔 這個過程神聖不可侵犯 所以無論你想下單 付錢都沒有人會理你 正正因為這樣 629雞蛋仔出名的原因之一 就是網上有很多網友說 老闆服務太到不行 本來網上又又中口 開聲批評下沒有甚麼出奇 但站就站在 新哥居然會反擊 又在店內貼滿很多標語 叫大家乖乖排隊 不要吹他 其實做零售業 有零售業的態度 做客人都應該做回有客的態度 即是我想了當時 他又要求我要收錢 或者是下單 等等 其實我真的給不到服務態度 有些客人都會問我 為何不用電腦 甚至乎太醜 或者等等 其實如果我有時間 那我不如把那個時間 去做雞蛋仔給你們 更好 其實我也不知道 有些客人想來 想吃服務 想買服務給他 還是吃我做的雞蛋仔 對新哥來說 他最在意的 只是雞蛋仔好不好吃 為了做好雞蛋仔 開業之前 新哥足足試了一年 期間有些行家就叫我 不如試試去 把一些現成的蛋漿 現成的粉回來 開水就可以了 這樣說 我也去看過 我也去買過 誰知道一打開出來 即是那些化學 化學東西就很確備了 我直接用都沒有用 我就丟了 其實在這一年 我都試了很多 很出名的雞蛋仔店 有些是用米子連 有些在港鐵站附近那些 都好像不太適合我心髓 其實有些是用很重牛油 來代替蛋味 有些的味道是很假的 變成好像不太適合我心髓 其實家人仔最重要是有蛋味 如果你沒有蛋味 根本上已經沒有那個意義 所以他的雞蛋仔 最大殺雀 就是以本相忍 用蛋量比人多兩倍 人家用一隻蛋 他就用夠三隻 我不是很計較成本 我寧願說 我賺少些 我也要做好這個雞蛋仔 其實因為我之前 我輸了很多次 其實我年紀都不小 我根本沒有成本去輸 所以我已經很努力去做這個家人仔 小店一間 男人一角 雞蛋仔爐和格仔餅爐 各兩角 口味二十款 就是629雞蛋仔的全部 店內大小事務 由落單製作到收錢 都是由新歌一腳踢搞定 這樣的小店 可以在舊區 撐到五年 而且時有人龍 實力是不可以看小 而實力源於專注 即叫即整是最好的 因為它真的可以保持到 又脆又熱 下蛋漿最好就是 斜斜地下 那就會平均一點 通常如果我一般做其他味 例如粟米 Oreo 甚至乎紫薯 我都會逐粒放下去 逐粒放下去便平均 變成粒粒都會有餡料 汗的時候都有 要好看爐溫 看看它夠不夠溫度 我才來定下底的做法 譬如我做了三四底之後 我會放一攤 等爐再熱一點 接著才會再下漿 因為本身的蛋漿是冷的 變成爐溫未必夠熱 其實做完雞蛋仔 甚至乎格仔餅都好 我都會吹一吹風扇 讓它吹了一些熱氣出來 令到那個家人仔 甚至乎格仔餅 都不會那麼快軟 其實大約等五至十分鐘 有些客人 即是有些客人都不願等 我通常我就 我寧願叫他們在附近買算數 因為你要吃好的家人仔 就要等了 你是想不用等 還是想吃一底好吃的雞蛋仔呢 這裡的雞蛋仔 外殼夠脆 中間有餡 不油不過甜 外表雖然不算平滑 但吃起來淡淡都有實在的雞蛋香 十七元一底不算便宜 但物有所值等得有理 所以雖然位置偏遠 仍然成一大排長龍 很軟熟 但是邊邊又很脆 所以很好吃 他們的雞蛋仔 比外面的一定是比較重 好吃的一定要等 你等的時候才是證明它好吃的 我覺得它特別香脆 蛋香味都很充足 可以滿足到我們想吃很香蛋味 和有脆身的雞蛋 通常吃雞蛋仔 希望它新鮮可以出爐 不是預製定 所以等得久一點都可以 其實我都知道我這家人真是貴的 而且真的可能會等久了 但其實我想客人明白我 其實我是真的用心去做 每一個雞蛋仔 如果你客人吃過 我這家人仔和外面不同 我當然會開心 因為我真的用心去做 那些客人 你知道我們這裡有多有錢 我又不覺得你會和他合作 我和你經常生氣 你都說不做 唉 你們太有錢了 我怕你們有錢也不能輸 說到這麼把握 傳因為她是跑馬地名人飯堂的老闆娘 最近有一間新店開了在尖沙醉商場 原來她是跑馬地年院的姊妹店 但打理人不是老闆娘 而是一位做開日本時裝的熟客 我小時候開始就已經 經常都會去那邊吃東西 吃到大家都好像變了 好像OK人 或者很熟 經常見面 經常會聊天 她有沒有算過 一定有 有算過 我有意無意中 大家坐下來 在她餐廳吃飯的時候 大家說起 如果日本有就好了 然後我說起 我今天都很想做一餐飲 然後她就說 我小朋友 你是不是真的想開 是很簡單的 其實工作人員是一個很簡單的交談 熟後班 而老闆娘是很贊成的 因為她覺得市內在變緊 她都說 希望這些東西可以交給年輕人去做 她覺得改變是應該的 而且為什麼會想多年 因為我覺得始終自己是中國人 你祝福麵法這些東西 永遠都不會失業 她從弟弟到大 她是一個很中心的粉絲 我都覺得她是一個80歲很有前度的小朋友 我們給了一個機會 而且我也老了 不希望有人發揚光大我這邊的生意 我先推了一次 推了一次 她 她又真是 給她的勇氣打動了我們 再試 再來談 我就答應了她 如果她們覺得有我需要 我隨時可以過 新店雖然不是用本店的班底 但也請來有幾十年做雲吞經驗的師傅 老闆娘也會過來尖沙咀店試味 大部分招牌菜都在 在這裡 布甸都不錯 稍微嫌她比較乾身了一點 提供 二集 一集 二集